前段时间 越南宣布自主研发5G技术 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但是 据媒体最新报道 越南官方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决定使用美国高通公司和另一家美企的5G芯片组 看来 越南似乎想要放弃自研5G的计划了 其实 在5G未见成效的时候 越南的4G就被爆出了问题 据了解 该国现有的1.8级赫兹频段的4G频谱 几乎被完全占用 这导致该国网速变得很慢 在这种情况下 越南选择避开华为 求助于欧洲的电信供应商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越南自研5G仪式几乎失败的同时 华为却再次斩获了一张王牌 有消息称 华为将在9月6号发布新一代的麒麟芯片 这意味着 华为将完全领先高通 推出全球首款集成5G基带芯片 在华为5G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 越南却选择背道而驰 推出5G似乎变得遥遥无期 环球热点 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 欢迎订阅这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